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菲律宾派了一架直升机 H145直升机 向仙宾礁的海警9701船空投物资 中方是全程跟坚 一发处置 这是飞方的冒险行径 实际 它更多的可能就是引诱中方向它开火 咱们说这玩命 因为这个船能撞 飞机撞不了 飞机撞不下来了 实际就等于是 你拿我的飞机没辙 它是就堵吗 飞机实际是 我觉得是极不负责任 这个行动计划的制定者是极不负责任 极易造成海空不测事件 可能就是中方没有下令开火 而中国的国防部也是明确告诉菲律宾 忍耐是有限度的 就是如果你要总这样干 那我肯定是要把你飞机打下来 这个实际就是讲了 不要试图打开南海潘多拉莫河 就不要再去挑衅 这可能是要开战了 无论在哪开战 在什么时候开战 其实菲律宾 现在对于仁爱交易 行不行都叫入侵中国 我们写历史 你说中国历史怎么写这段 不就是入侵中国吗 中国如果是和菲律宾真的就是真的打 中国人就是嫉妒力人 对于自卫反击战等等 我们就是反侵略 菲律宾的形象 基本不会逆达了 菲律宾就是侵略中国的一个 就跟越南人 跟印度人干那事一样 我觉得这个 就是说白了 菲律宾几代人都不可能再转变 中国人对他看法 说白了 菲律宾 中国是菲律宾第一大投资 投资国 它跟中国的关系就不可能 不可能好了 其实海上拦截相对容易 你空中拦截不确定性太大 一出手必是击毁人亡 而菲律宾的明摆着 在释放H-145的直升机的诱饵 引诱你先动手打 你看非常危险 我说总统能制定这政策 他只要是飞机击毁人亡 那就名正言顺的可以做代理人 东亚的代理人 小马斯现在不就是有样学样吗 现在泽连斯伊 你看一个是我不用选举了 我就是永远就是只要战争还继续 我就永远是总统了 你说这个对于这个小马斯这家族 新兴建不就这个吗 找一个既不能把我怎么样了 但是同时我还继续执政的 我的家族是不是可以保证 永远在菲律宾 尝你存在了 包括这个泽连斯伊 现在全世界都 都给他送钱去 这个泽连斯伊现在非常有钱 你说这个 失败以后损失国家的 但是不是我个人的 对于泽连斯伊 马斯不全是这样吗 他们当然是肥了 但是所有的债务留给国家了 他就要当代理人 小马斯菲律宾人就要在南海挑起战争 就要当战争代理人 东亚的代理人 他就他抢在台湾人前面 看这不听意思 但是你对他动手 又实在不值得呀 他根本就不是跟中国一个级别 你挤进中国的对手行列 你根本就不够资格 这个菲律宾 他没有这个 没有无可那种 那种地缘政治的利益 他那种重要性 菲律宾也没有无可听话 对美国来说 小马斯其实现在看 对于美国来说 美国人并不希望菲律宾当作代理人 他更希望是日本 我现在看美国人更希望日本当代理人 近期中方在仙宾礁正常科考 然后突然出架一架 一个美军飞机盘旋 还记得吧 菲律宾海警也突然出现 中国海警的3303船 然后快速进行反制 菲律宾的海警船 立刻就被中国的渔民 加上海警船给围住 菲律宾的潜水员当时是没有浮出水面 可能是不敢在船下面游太久 然后他游到了潜滩 最后是在潜滩上浮现出来了 氧气有限 然后菲律宾潜水员最终还是在 应该是自己回到了菲律宾船上 然后最后是被中方海警监视 回到了他这个船上 这次遭遇菲律宾的船开得很稳 在夹放中没有左右碰 而是被架胳膊一样 一声不支的 就把中国海警船给他护送出去了 这一切其实被远处 那个P8巡逻机给完全拍了 就中国怎么样把菲律宾给 叫什么押送出境 就是意思 但这个飞机一直没敢靠近 一直在暗处悄悄观察 就是美国的P8出动非常快 包括菲律宾的潜水员潜水浮潜 迟迟不敢露面 而是和美国在悄悄的观察 包括我们在观察美机和菲律宾海警的行动 我们想把美国军机号到这 实际菲律宾也是希望 他潜水员实际就是想制造一些危险 然后把美国军机 让美国人主动的替菲律宾出面 这个P8一直是没有敢靠近 就是美国人一直是看着菲律宾在这冒险 但是一直不出动 美国菲律宾双方之间都是在等待 双方都等待对方 从这个潜水员行动去看 等待对方先帮助 美国没等到菲律宾 这个人死掉 美国人等的不就是出事吗 你死掉 菲律宾也没等到美军P8过来 驱离中国 然后给菲律宾撑腰 双方这种表现 我觉得更像是一种 最后结果是 中国海警船给押送出去 这事看全程就是 菲律宾市煞费苦心 眼巴巴的在那演戏 救兵救不来 救兵看到了就不来 菲律宾这种戏码 其实更多媒体如果曝光的话 就能看到小马斯 这种拙劣表演 菲律宾这次挑衅 不仅没有捞好处 而且是非常尴尬 说白了美国根本就没有 把菲律宾当作和乌克兰 一个级别这种 这种所谓的代理人 菲律宾是真的想当代理人 但是他真不够格 他不惜用牺牲玩命方式 来给西方 获得一些廉价的食物 廉价的施舍 真都是臭药化 但是人家西方根本就看不上 西方认为台湾和日本 这个可以 菲律宾是不够格的 我们现在说忍耐是有限度的 其实并不只是警告 而是正常的要告诉菲律宾 你的下场是什么了 这是非常严肃的 这个菲律宾未来在中美 但是这个最后